吹水还吹水 饭都是要吃的 过年吃了几日齋 斩点开心 烧鸵腩和肥叉依然是最爱 再去旁边买一群 三文鱼刺身拼本 再做个女儿最喜欢吃的老水鸡翼 鸡翼飞水后 用水冲洗干净 家里长期养着老水 这样做老水鸡翼就很方便 老水越养就越好吃 每次用完后 将残渣隔走 煮滚 放冰箱 下鸡翼翅 浸半小时就OK 新鲜Q彈的白爪鱼 白灼最鲜甜 家庭版的咖喱鱼蛋就很简单 倒入碗水 将咖喱块慢慢煮溶 用小锅慢慢浸着花枝丸就OK 浸了半小时的鸡翼翅 非常嫩滑 接下来做一个在茶餐厅经常会点的 沙爹牛肉公仔面 切好的肥牛 稍微浸一浸水 下一点蚝油 生抽 胡椒粉 一匙斤水 拿到牛肉肉质有少少松弛时 再加一匙匙生粉 加生粉会令牛肉更加嫩滑 炸干后 再淋一圈花生油 平时如果做出来牛肉很硬 可以试试这个叶法 如果不急煮开饭 最好将牛肉放在冰箱冷凍半小时 煮公仔面 大家都知道 麻油公仔面的汤底其实都很好吃 煮出来的公仔面 比浸出来的公仔面更爽滑 不要煮太久 一熟就可以留起身 开到大火 开始炒牛肉 牛肉切得薄 很快熟 快速兜兜就下蒜蓉 一匙匙沙爹酱 即是沙茶酱 再加一匙匙花生酱 如果想吃汁水多些 再加少少生粉水 煮至稠稠稠稠稠稠便可以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 用余温将它兜均匀 将炒好牛肉铺上面 再放煎蛋 灑一点迷人葱花便完成了 这个沙爹炒牛肉 换成白饭都可以吃三碗 不知道为什么 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茶餐厅的 烧味四煲饭 有肥叉 有嫩滑的白切鸡 现食现斩就特别香 吃的时候再配少少姜蓉 虽然家里经常都吃走地鸡 但小朋友仍是喜欢吃这种 肉质比较软的白切鸡 吃下去皮爽肉滑 烧鵝就更加正 比白切鵝 豉油鵝都更加香口 吃了几十年都吃不厌 四煲饭里面还有咸鸭蛋 今天这么好菜就换成白切菜心 今天人少少就不煮这么多菜 今晚几个菜都是女儿点名要吃的 希望吃完之后快高长大 学业进步 其实做爸爸就没什么期待 只要身体健康又不学坏 学习成绩终上 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家吃饭就OK了 不做学霸又不代表不温书 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 还有时间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就非常好 很多粉丝问学粤语有什么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多些视频 然后跟着说 得谈还可以唱多些粤语歌 得谈洋茶 再见